新冠肺炎疫情是持续的扩散 花林县政府召开了 花林县针对社区感染 超前医院协调以及首长联席会议 会议是由花林县各辖区医院报告 医院防疫分仓分流的措施 以及人力规划 而县长徐正伟也才是 3月27号开始是全面禁止访客探视 花林县住宿室的机构 例如长照机构、荣民之家等等 期盼未来面对疫情蔓延的时候 能够让感染降至最低 新冠肺炎全处持续延烧 花林县府未降低疫情感染 日前召开会议超前部署第一线人员 因应大规模感染预防措施会议 包含花林县卫生局、疾管署东区管制中心 门诺医院、布立花林医院、国军花林总医院 花林祠院、南到北等医院都出席参与 花林县卫生局长朱家翔表示 目前花林隔离收治场所空间足够 假使未来疫情爆发超过医疗院所承载时 将会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指定征用相关机构作为检疫或隔离场所 这个整个疫情的状况不断的在变动 不断的在升高 就让我们地方上这个发条越上越紧 但是很多的工户们上这个中央跟地方以及平行单位如何去合作 那真的就是需要我们大家有智慧的解决 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的医疗院所 因为你们是最辛苦的而且是医护的第一线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这个感谢所有的院长 副院长所有的医事员院 那花林县政府愿意跟大家一起洗手同心 我们一起共同来抗议 让我们的疫情减低降落 然后这样这个能够和缓下来 美丽的东台湾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疫情在即 花林县府判与人民洗手同心度过疫情困境 并于会议中才是 3月27日临时起 全面禁止访客探视花林县住宿市机构 包含一般获里之家 长照及老人福利机构 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儿少安置及教养机构 荣民之家以及其他公告机构场所 请家属与亲友改采私讯或通讯联系 记者长帮宴华林市报导